我很少提起过去的那场审判 但在我心里 其实一直都对卡罗雷与沃特林的事感到悲痛 沃特林在审判厅说的话 时常在我脑中回想 让我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但根据公爵的说法 他并没有怨恨你啊 这不是挺好的吗 莱欧斯利的观点我基本理解了 那些话让我心情复杂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惊讶 欣慰 惶恐 愧疚 许多情绪混合在一起 我终于能够理解一些东西了 我也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在你们眼中 我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公爵说的那些很对啊 作为最高审判官 你主持的每一场审判都会影响到风丹 是这样吧 旅行者 你觉得呢 喂 你在想什么呀 我在想 一场又一场的审判 是否也在反过来影响你呢 有道理 我说过 我不擅长表露情感 是因为我没办法完全理解自己 不过我相信你的判断 不知从何时开始 我的身上出现了一些变化 也许这些改变 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事件造成的 而是来源于时间本身 我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谢谢你们 下雨了 糟糕 今天好像没带伞 趁雨势还不大 我们快走几步吧 又下雨了 这是今年第几次了 旅游计划多半是泡汤喽 早上的报纸看过了吗 亲爱的 帮我把晾在阳台的衣服收起来 这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 水龙 水龙 别哭了 他们想让那头魔兽活性化 这件事必须汇报给审判官大人 梅洛彼得堡 对我来说是个好地方 他还欠我好多问题的答案 那我问威莱特先生 说他是封担公正的象征也不为过 不 盯紧他 这个人很麻烦 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想生活在一起 怎么可能 谁敢威胁美如心 站出来 在人的社会中 你会见到许多开心的事 不开心的事 总有一天你会容纳足够多的过去 那时候 你将有资格代表封担的历史 来审判一切 早安那位莱特大人 雨季快结束了 听说 最近几天就要放晴了 希望 今天可以给您带来一份好心情 嗯 就 73分钟 凉 高峰 杀 杀 雅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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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